前马贡总书记陈平的骨灰运回国引发的争议余波未了 截至目前警方已经向七个人录取口供 而昨天在雪州佳颖举办的和爱和平协议 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也成为了焦点 内政部部长丹斯里慕尤丁指示警方调查活动动机 强调绝不能让共产主义复辟 前马贡领袖陈平骨灰被带回国事件余波未了 毕丽州总经长拿督拉扎鲁丁透露 当局已经传召了七人录取口供 之后会再传召另外五人驻查 警方表示陆贡的证人是涉及接铃骨灰 以及把骨灰撒在中央山脉山脚下的证人 另外昨天在佳颖举办的和爱和平协议 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也引起了执法当局的注意 内政部部长慕尤丁已经指示警方尽速调查 查明集会如何召开 是否需要执法单位批准 或是否抵触任何法律 他要求警方彻查集会的真正目的 他担心有关集会试图恢复和重振昔日的共产主义 加英警区主任扎菲尔助理总监透露 警方并没有接到主办单位所发出的通知书 活动结束后也没有接到任何的投报 但当局得知活动的存在已经开档调查 这项活动是昨天早上在新纪元大学学院礼堂进行 目的是纪念和爱和平协议 1989年签署以来迈入第三十周年 共有三百人出席 当中包括非政府组织成员以及前马共成员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